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呃,早安 今天很暗,對嗎? 對,好像晚唱崇拜那樣的感覺 幫我,幫我下禮拜託說我聽 早安,是早上來的 謝謝 早安 謝謝 呃,唉,我有東西要拍的 好 咦,今天小林坐到右邊了 平時很少這個位置見到你 不過,我上個星期就去了男人經理成會 不會吧,想不想聽一下那些裡面的東西發生了什麼事? 想吧,想和可以聽的兩回事,不能說的 所以不會說的 這樣,但是很開心 真的,剛才我覺得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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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 不如再敬拜吧 好吧,但不行的,有人錄著的,對不對 所以是不可以做這件事的 但是都很開心 還有,真的一個星期沒見 雖然和那些成人的弟兄姊姊姊姊一齊 都很開心 不是,弟兄姊姊姊 和成人的弟兄一齊都很開心 但是,就是,難為情都要講一句 他真的有點想念大家 就是剛剛那個女孩 所以,很開心見到大家 我們不如,有沒有筆記 可以一起看一個筆記嗎 好,幫我讀幾行中文,好嗎 還有,建立那裡 1,2,3,0 建立好好的生命 不是,在上面那裡 建立好好的生命那裡 不好意思 誤導大家 來一次,1,2,3 建立好好的生命3 來一次 建立好好的生命3 然後建立好好的得神使用 來一次 A,3,0 建立好好的生命3 建立好好的生命3 是啊,感謝主 那呢,今天的題目 來一次吧 我讀上面也寫字 你讀後面也寫字 好嗎 建立好好的生命3 是啊 那,明白嗎 這百粒字 明白嗎 回來才好嗎 嘶 就是 因為掛著你的人 對他很傷心的 所以,好嗎 百粒字明明 建立好好的生命3 有沒有人覺得你明白這個題目 他就 明白 明白吧 明白吧 要需要解釋的 他就 又是你 又明白又需要解釋 即是好啊 給點掌聲自然 好嗎 即是他的心就是 我很明白的 不過你們需要 就解釋給你聽 這樣吧 就是不關陳自然 那 不如開始前 叫三聲哈利路亞 叫三聲哈利路亞 即是我 我停不到他 很快的氣氛 我們來 一、二、三 我們一起三聲哈利路亞 一、二、三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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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今天太暗了 即是 大家沒辦法反應 我很害怕 其實這裡站在幕後 是黑色一片的 知不知道 所以我有點害怕 那 求神幫助我們 不如我一起讀 今天呢 其實選了一個經文 叫做 有個簡單的中文字 叫做是 見不見到一個是字 七跟著沒有 一至七 有沒有人知道 那個是字其實 是代表什麼 聖經的什麼 什麼書 是師記 沒錯 今天就講 是師記的一個經文 就是呢 在七章 一到七節 那不是很多 後面 見不見到有另一頁 後面 不過回到後面 好嗎 後面 見不見到討論題目 好嗎 見到啦 所以有很多事討論 不好意思 組長我比較遲 給大家知道 那但是呢 一會兒都很精彩 小組可以有很多事討論 不過討論之前呢 我們回到前面 那一頁好嗎 前面那一頁 那我想這次做 特別少少的事 你見不見到呢 隱然那裡有一頭兩字 隱然那裡 有沒有人見到頭兩字 見到吧 那第一點那裡 只有一點而已 第一點那裡 見不見到有 第三至第七字 見到啊 那不如我們一齊讀一次好嗎 好啊 那不如我讀單數 你讀雙數 讀完這七字經文先 第一節 耶路巴黎就是紀念 他和一切跟隨的人 早晨起來 在哈律全坡安營 米甸營在他們北邊的平原 靠近摩利江抵戰 若我對這一節說 跟隨你的人過多 我可能將米甸營交在三門手中 免得意識的人 向我發達說 使我和自己的手就應付 第三字 現在你和這些人宣告說 煩懼怕膽怯的 可以離開基烈山回去 於是有二萬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萬 也和我對紀念說 任何事過多 也要帶他們下到水旁 我好在下女為你支持他們 我只要說 死人可以和你去 他就可以和你去 我只要說 死人不和你去 他就不和你去 併節紀念就帶他們下到水旁 也和我對紀念說 凡用舌頭舔水 將狗舔的 使他單站在一處 凡跪下渴水的 也要使他單站在一處 於是用手抱著 舔水的用手三百人 其餘都跪下渴水 也和我對紀念說 我要用舌舔水的三百人 拯救你們 將米甸營交在你手中 其餘的人都可以 各歸各處去 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人看過這個經文? 讀過的 那麼多? 那麼多? 可以都讀過 厲害 好 既然有一半都讀過 大概的經文都比較簡單 講神去簡選 經文講到第一節的主角 叫什麼名字? 我幫你選了 叫基殿 叫基殿 一起講基殿 基殿 基殿 有沒有人知道 他的身份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 士師 一起讀士師 好嗎? 士師 基殿 他就是一個士師 士很簡單 就是當時神去興起的一個領袖 去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外邦人的攻擊 那麼 經文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外邦人 但是在今次 這個經文裡面 外邦人的名字叫什麼? 第二節 什麼人? 米蝶 一起跟我講米蝶 米蝶 米蝶人 故事就講到 神簡選基殿 去興起他的軍隊 要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米蝶人的手 大概就是這個故事 明白嗎? OK吧? OK 那我們不如先做個祈禱吧 父神多謝你 讓我們一齊去明白你的話語 主要讓我們一齊去建立一個討過的生命 以致到我們能夠去得著主你去使用我們 走辭主你選擇那三百個 能夠被你選擇的人 去為你去得勝 為你去爭戰 主啊今天你都用你的聖靈去充滿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帶著你的同在 帶著你的恩膏 我們繼續的服侍 我要多謝你 套過逢耶穌的名字 阿妹 謝謝主 靜一點 你坐到旁邊 好那我們第一節就講到耶路巴力 就是基典呢 他呢就去到這個地方 那我去看地圖先吧 OK 都有小小 我嘗試放大好了 那呢 其實這個電視機的特質就是不給我指的 這樣 有沒有看到紅色的箭咀 OK 紅色的箭咀那個地方呢 就叫哈律泉 一起讀哈律泉 哈律泉 哈律泉 其實看到都中文了 三個字 就是你真的很眼力才看到 那有沒有人見到藍色的那個叫摩利光 就是見到上面一點點 那你猜泉是低一點 還是光是低一點呢 泉低一點 那就是說 以色列人就停留在紅色箭咀那裡 那米甸人就停留在藍色箭咀那裡 那就是說其實基典它是要上山還是下山 你來一次上山還是下山 上山 你想想那個場景就好像是 就是附近沒有什麼山 可能後面攜充去樓下山 那樣 那看到敵人 大家對望到 一個在山腳 一個在山頂 那就對望著 那第一節就是講到這樣的情況 當時呢 基典他差不多想去打仗的了 他帶著很多的兵馬 但第二節一起看看筆記好嗎 經文就講到說跟隨你的人是太多 過多 一起講過多 過多 來一次過多 過多 再來一次過多 過多 神說跟隨你的人過多 我不能夠將米的人交在他們的手裡 原來有時候當我們太多資源 太強大 太聰明的時候呢 神是用不到我們的 你知道為什麼呢 舉個例子 如果你 口才很好 神使用你去傳福音 你喜歡被神使用 可以帶到很多人去信住 但別人會把這個焦點 放在你的口才 還是神的能力裡面呢 放在 你的口才 同意嗎 認同吧 所以人家會認同你 人家會看到 是因為你的口才太厲害 因為你太聰明 又或者大家 剛才阿惟恩說你最多的是什麼 你的財寶是 青春 青春 人家說 因為你夠青春 夠活力 所以你帶到別人去信主 或者什麼 原來呢 這個經文就講到 神是太過 當我們太過強壯 太過聰明的時候 神是不能夠去 洗慾我們 之後那節講到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 是我們自己的手 拯救我們 所以神在這個時候 就設計了一個方法 令到以色列人 不可以去跨口 原來我們已經知道 我們第一件事要知道的 就是 在筆記裡面 原來人的資源 是不能夠幫到神的忙的 有時候我們會想 我們很需要多些資源 教會很需要領袖 很需要很多聰明的人 很需要很多錢 很需要很多人力 但是呢 原來當我們很多這些 才幹也好 能力也好 聰明也好 人力也好 財力也好 資源也好 其實呢 我們不能夠 援繞到神 原來神要挑選一個 今天讓你最謙卑的方法 以至到 神在這個情況之下 要得著所有的援繞 我舉個例子 神有時候會特意 帶領我們去一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 如果不是神出現的話 我們一定會失敗 我舉個例子 在這個經文裡面 米丁人 其實 基丁的經文說到 他帶了3萬2千個人去打仗 你想想 如果你打仗 你打幾百個人 你不會帶3萬2千個人 不會吧 對方的數目 米丁人 你猜一下大概有多少萬 有3萬打仗 大概對方都 5萬 10萬 3萬 差不多 如果神說 3萬個太多 我只是要你帶 最後的故事講到 只有300個人 300個人 對著幾萬個人 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如果神不出手 以色列就會徹底的 失敗 所以底之 我想問你一件事 你的生命是否一個這樣的狀況呢 有時你很想神去出現 但是你的生命 是不是如果神不出現 你搞不定呢 我舉個例子 有沒有人是試過不記得祈禱的 就是早上 或者你平時很想靈修 但是你忘記了祈禱的 我不知道這個狀況 你多不多 但發覺如果你經常都是這樣 神無法用我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我那天起床 我經常都忘記了祈禱 其實我只是告訴神 神啊 我今天呢 不需要你的參與 我靠自己都 搞得好 你明白說什麼嗎 所以原來祈禱就是告訴神 主啊 我今天要面對的事 如果不是你的插手 你的介入呢 我絕對搞不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每天 逃過的動機 那你會不會 你每天起床的時候 你上學 其實你祈不祈禱都沒有什麼所謂 因為你都是搭地鐵 不用很憑信心 因為你八月通幾百元在裡面 就是 你是不需要靠你什麼 因為神出不出現 你都會沒有問題 所以原來呢 神會擺我們在一個狀況裡面 以至到我們不需要去 我們不可以靠自己 那個情況就是 如果神出現 神不介入呢 我們一定會去 徹底的失敗 所以第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人的資源呢 不能夠幫到神的忙 在第三節這麼說 他説現在你要向這詩人宣告 犯 懼怕膽怯 一起講一下懼怕膽怯 懼怕膽怯 懼怕膽怯 你多一次一下懼怕膽怯 懼怕膽怯 慎重啊 整個故事裡面呢 基典帶著多少萬人啊 一起講三萬二千 三萬二千 三萬二千個人去打仗 神做了兩個動作 去挑選最後的這三百人 第一個動作是說 如果是懼怕膽怯的 有多少人會回家呢 我說幾問 二萬二千 二萬二千 三萬二千 少了二萬二千 最後剩下幾個 一萬個 一萬個 神用第一個步驟就是說 如果你害怕的 你自願的 你可以回家 結果有二萬二千人回家 神之後呢 第二四節 這樣說 人還事 過多情 過多 神說太多人了 我要在這個地方裡面呢 去試驗一下他們 讓他們知道 神去怎樣去帶領他們的得勝 於是 第二節 神就挑選了一個方法 帶領他們去到水旁裡面 那麼 去到水旁裡面 自然打仗呢 第一節目 你知道當時 水是一個非常之珍貴的資源來的 不是你在水喉裡面扭啊 跟著又轉賣水 不是的 水是一個非常之珍貴的資源 而水有分兩種 第一種叫做靜子的水 你知不知道 當時在沒有雪櫃啊 沒有什麼衛生的狀況裡面 靜子的水的問題是什麼呢 會怎樣呢 靜子的水會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一種叫靜子的水 一種叫做流動的水 哪種的水會乾淨一些 或者哪種水會有疾病多一些 哪種水會有疾病多一些 靜子為什麼呢 喝溫啊 你明白說什麼 靜子就會滋身不同的東西 所以當時 其實很多水的 不過有些水呢 是靜子的水 能不能喝呢 是不能喝的 你不明白 即是今天我們有漏開之後喝水 當時靜子的水不能喝 所以水呢 你不僅找到水 你還找到流動的水 所以水是一個極度珍貴的資源 當時打仗 其實很需要的就是水 那麼他們去到水旁的時候 人很口渴的自然就會喝水 是不是 他們當時想的時候 就是我只是想喝水 我沒有想過其他特別的東西 但經文呢 又不能夠幫助我神的望 經文呢就說到 咦 我有幅圖 沒有了幅圖 為什麼呢 不要緊 我示範給你看 經文呢就說到 有兩類的人 在第五節 第一節就說 飯用舌頭呢 潛水 醬狗 潛水的 要使他站在一旁 飯跪下的 也都少是站在一旁 不如我想唱兩個弟兄好嗎 呃 有沒有人覺得誰是 比較誠人的 你說一下他的名字 推薦一下他出來 能夠做到這件事的 這個示範 語氣 好嗎 給掌聲義氣 好 義氣 我給你選多一個 好 給你一聲 好 好 來出來唱 那大家用我們想像來 好嗎 我們想像來 前面是一個水旁 你可以面向著弟兄姊妹 你可以面向著弟兄姊妹 OK 那 那首先我們經文講到是用舌頭 舔水 醬狗 舔的 你明不明白那個中文嗎 明啊 試發一次 麻煩你給掌聲毛毛 真的嗎 要跪下的 就是水在這裏 水在這裏 對啦 好 給掌聲毛毛 繼續 還沒喝完的 那些語氣 OK 對啦 會撈下的 我撈下的動作 那 語氣你就是什麼呢 就是 跪象 渴水 你猜一下有什麼不同 其實經文不是說得很清楚 但是還是有一點 你知道一個叫做跪象 渴水 一個叫做象狗 舔一樣 有什麼不同 用舌頭舔的 舌頭 舌頭 其實你就是大概這個動作 就是跪到 整的 嘩 Henri 你做一次好不好 耳 猛毛 你要 你要 你不想 你不要 你放個手 趴水 爲得 這麼 你在哪 很 passion 大家見到嗎 就 請這幾句 這個經文就講到有兩種 其實我剛才做了一次 第一種是象扣的 就是它完全跪下來 然後用水來沽上去 第二種就是跪下來喝水 用手上來 這個動作很關鍵 原來神就說 簡選用這個方法去喝水 結果在剛才走了的22,000人之後 那時候剩下多少 一萬 在那一萬裡面的人 只有三百個人在折港 是用手捧著去舔水喝 有三百個這樣做 就是三百個好像雅雨汽那樣 另外 那你幫我計一下 一萬個裡面有三百個是用手舔水 剩下有幾個 就是好像吃狗那樣 九千七百 九千多少 九千多少 九千七百 原來有九千七百個人 是用剛才毛毛的那種方法 是用狗去舔水的 神最後選出九千三百 還是九千七百 還是三百呢 三百 三百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好像用剛才毛毛的姿勢 好像隻狗用舔水 像狗舔一樣 有嗎 這裏是說用手捧著舔水 就是用手捧著舔水 就是用手捧著舔水 好 我來一次 有九千七百個是 好像狗那樣舔水 OK嗎?沒有說錯嗎? 有三百個是用手捧著上來 是不是? 對嗎? OK 謝謝 那我想問你 好像那九千七百個 好像隻狗那樣 就是用舔頭舔水 那個不好處是甚麼呢? 為甚麼神不選擇他呢? 來吧 用你的大腦 不是坐著了 是 Sorry 因為他們沒有警醒 是不是畢竟有的? 因為他們沒有警醒 是呀 神只能使用警醒甚麼的人 第一點 神只能使用警醒 討過的人 神只能使用警醒 討過的人 因為那九千七百個 是象徵沒有甚麼呢 在畢竟裏面 是象徵沒有討過生命的教徒 神只能使用警醒 警醒討過的人 看見到嗎? 第一點 神只能是想用警醒討過的人 來一次 我想問多次一個問題 在那九千七百個 好像隻狗那樣 用舔頭舔水 在打仗上 他有甚麼不好處呢? 看不到 還有呢? 除了看不到之外 其實呢 我不知道為甚麼 有幅圖不見 又有幅圖 說到他舔水的時候 他除了看不到 他還不可以隨時 去拿他手上的武器 因為你看得到的時候 你用手的時候 你的手隨時 ready 但你跪在那裡的時候 你舔水 你的手呢 其實是一個不 ready 不預備好的狀態 在右邊的筆記 原來 用這個手捧著舔水的姿勢 有兩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 隨時能夠拿到他們的兵器 象徵他們隨時能夠運用 聖靈的 聖靈的寶劍 不如你幫我一起讀 筆記裏面二暗所書六章 17到18字好嗎 1230 來一遍好嗎 我想多謝你起來好嗎 昨天我去了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最后做了一个动作 是我们教会很少做的 有些教会完结的时候 他说天父的慈爱 耶稣基督恩为四年感到上 而为他做恩同在 其实老实实 我们没有这些仪式的话 我们会觉得 都是一个仪式 但是我举过我的双手 我的领受 虽然只是很简单 那个主席也好 传道人也好 他只是说天父的慈爱 耶稣基督恩为四年同在 终于同在 四年感到上又终于同在 但是我一个心态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那个心态我又在想 可能有一些属灵的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很真实地在发生着 所以我觉得一句很相守 我领受 因为我不想错过神秘坏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需要去读神的话语呢 你知道当时以前旧约是没有圣经的吗 有没有人是你有自己一本圣经的吗 他说 有没有人是你在家里会读圣经的吗 他说 读圣经的吗 读圣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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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下手 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犯了罪之后 他经历到很大臣的审判 就是他的成年没了 他的成长没了 但是当时旧约里面 有一个人叫以斯拉 他去以色列面前说 我们今天要重立这个约 我们不要犯罪 但是怎样让我们归回神呢 刚才我们做了一些悔改 我们去祈祷 如果我今天假设我一个以色列 我带大家一起悔改祈祷之后 其实不是就是悔改祈祷人就算了 因为九约他们犯了问题 就是对神的话语 他们忘记了 所以以色列做的事 就是公开的宣读神的话语 有没有人听过大卫包心的牧师 大卫包心的牧师 他的教育就是什么呢 轮着每个礼拜有一段时间 就是大概两个钟后三个钟头 就是只是将圣经浪读出来 没有人讲道 没有人解经 没有人查经 没有power point 只是浪读出来 原来发觉很多计言之妹 是没有试过这样去听神的话语 就是完全听神的话语一次 所以我很想用小时间 我们读一读经文 大声读 因为透过你读 神设计你有眼睛 有思想 有耳朵 当你读的时候 无论你相信不相信 有些熟悯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很想读一读 这个《妍婚所书》 六章十七到十八词 并够上读 可不可以你有多大信心 有多大声读 我只是需要大家几分钟 专注的时间 可不可以 一起读 《妍婚所书》六章 十七到十八词 一起读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当方讨告祈祷 并要在者警醒不决 为众圣徒祈求 好 谢谢大家 第一次好吗 大声来读 读的时候感觉一下 神就说要威力 一二三来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当方讨告祈祷 并要在此警醒不决 为众圣徒 好 谢谢弟兄姐妹请坐 经文讲到说 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我很想鼓励弟兄姐妹 不要当这件事是 你知道我小学的时候 怎样学这些东西呢 就是小学里面有宗教科的 有没有学有宗教科的 或者基督教科 或者中学位置 现在都有 中学位置 我以前是小学 那这个工作是怎样呢 就有个人样 有些头盔 有些剑 有些盾牌 然后就填架仔 你明白我说什么 填上救恩的头盔 圣灵的宝剑 那样 其实老实实 当时我小学 你以为我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完全不明白发生什么事的 但是 原来 当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圣灵的宝剑很真实 很真实 那么多样东西里面 只有一样东西 是攻击的武器 全部头盔 腰带 脚 的鞋 盾牌 全部都是防守的武器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懂真战 是因为我们太看得到Hanson 我话语 原来为什么 那个人 要去 用手 去拔一些水上来 那300个人神假捉 因为这个人有两个动作 作为真战人 他必须做到的 第一样东西 就是他 可以随时拿起武器 如果像狗那样 还舌头去 舔水 就是舔水 舔水 他的手是不能随时 预备可以拿武器 一个打仗的人 是不能不够 预备拿武器 因为敌人随时会在身边 所以原来 这个故事里面 象征了 我们要做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要随时拿起我们的兵器 原来这300个 就是警醒祷告的人 原来当你警醒祷告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动作 就是 你会随时拿到神的话语 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说话 是没有神的话语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 小组祷告 我们说话 是没有神的话语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不是一个祷告的人 如果一个祷告的人 他一定会随时 神的话语是浪浪上口的 就好像那个士兵 那300个警醒的时候 他随时是 预备好拿的兵器一样 原来 帝英姊妹 越多的祷告 就越会明白神的话语 而越多读经 就会越知道 怎样的祷告 我就说一次 越多的祷告 就越明白神的话语 而越多的读经 就越知道 怎样祈祷 为什么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 很简单 祈祷的太少 为什么我们拿不起神的话语 食灵的保健 很简单 我们祈祷太少 而为什么我们 不可以去知道 怎样的祈祷 弟兄姊妹 我给你一个时间 三十分钟 你向神是倾心吐意 你会发觉 你和神没话说 是因为我们太少 看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不知 怎样祈祷 所以祷告和读经 是没得分开的 原来 你帮我读上面 帮我读这两句 一二三里 圣经能够 如果能够进步 圣经就是那个燃料 去燃点你祷告的火 为什么祷告的火 你烧不起 是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 为什么你读经 圣经和生活是没关系的 圣经可能回教会 星期日听有些道 我最近做了一个灵修习惯 就是看完圣经里面 问自己三条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对神有什么发言 我发觉我以前没有读圣经 我发觉我以前读圣经 我没有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对神有什么 新的发言 没有 虽然我读经 是遮停的读经 第二个问题 我当时我用的灵修老师 他教我 你读圣经 对自己有什么发言 我以前没有的 读圣经就读圣经 我没有想过对自己有什么发言 没有 但现在我有一个新的发言 如果我们是想去爱耶稣多些 我们必定要认识你自己 是什么 如果你都不认识自己 是有什么软弱 优点 缺点 你何来谈不上 熟人生命的成长呢 但是 弟兄姊妹 我还有一个 大家的长辈 带大家小小的年日 你知道香港的年轻人是怎么样 不只是年轻人 是我们香港人 是非常认识自己 我跟一些成年人去说 有一个场合 那个场合是说 你分享一下神秘你有什么优点 你的长处 那些人跟我差不多年纪 但他生活了几十年 他竟然说不到自己有什么长处 是因为 由头到尾都没有认识过自己 你知道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星期有没有人有读经 他说 这个星期有没有人有读经 这个星期有没有人有读经 他说 OK 请放递 你不需要答我 你问你自己 那透过你的读经和讨告 你这个星期对你自己 有什么新的发言 你认识到你自己的什么呢 今天听完这篇 你对自己有什么新的发言呢 究竟那个恐惧 那二万二千人 是不是就是你自己的社交呢 究竟那九千七百个 不警醒 不小心 喝水而已 一时的不小心 神说我用不了你 这会不会有些回响呢 有时我就是这样的 小心 我不太在意一些东西 有经常说要帮助我们 有我们读经常说 听经常说 是对我们自己有新的发言 我今个星期对我自己的发言就是 我发觉有时我都是不小心 我发觉有时我读经都是 读完圣经就是水过鸭背 那样 我不小心去问那经文 究竟我对神有什么发言呢 我对神有什么发言呢 我对神有什么发言 没有什么的 我都是读一读的 我发觉原来我自己的生命 会浪化 我生命会僵化 我生命会僵化 但这个讲到什么呢 祷告能够内化 而到神有发言 祷告能够将到神有发言 和我生命有关系 在第15章第7节 今天是《你们若常在》 好吗?一起读一下 1 2 3 0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怀悦所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 《凌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 《我的怀悦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 后面那字是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经文是讲到 怎样让你的祷告蒙英云 如果你想一下 你做了教徒这么久 你知道吗? 我师兄怎么说? 怎样能够祷告蒙英云呢? 你包括我都会讲这些东西 祷告多点 有信心多点 牧者为你祈祷 或者去多许会 但你知道耶稣 他最讲的一个很关键 让你祷告蒙英云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话语入你的心 如果神的话语入不了你的心 你的祷告不会蒙英云 是因为当神的话语成为你的心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的祈祷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由自我中心 变成以神为中心 你不会再欺恋自己上祈祷 有时你祈祷主啊 你帮助我吧 考试啊 我考试怎么办 你不帮我 我温书好些的 我读的东西 又不出的东西 很简单 因为神的话语 没有在你的心里面 不落心 无心装寨 你知道什么叫无心装寨吗? 无心装寨就是你妈妈跟你说 我这东西跟你说了一百次了 你还是这样的 叫你执房子 执这么久都不执 接着你心里面就觉得 好烦啊 妈 当然烦啊 头一百次都没听入心 没听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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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有一天你大过 你不会和妈妈一起住 你就会觉得 想起妈妈说的东西很对 原来你从来没听入心 没入心 很多东西是水过压背 很多东西是经历完 今天9月27号 9月27号 敬拜完 听完到 没入心 没入心 最惨是一个爱你的人 他跟你说些东西 你不入心 对他很香 你不知道的话 你没个人就知道 没个人有时候 对他应该说话 他不入心 他不入心 耶稣说 你有没有将我的话 要放心 你有没有那次 那个好像用水 癫 用手 舔水 不水上来 那个人 他是一个ready的状态 这个人随时拿到 神灵的宝剑 因为他每一次 无论自己读经 无论听到 他是听入心 对上一次听你妈妈说话 听入心是什么时候 有哪句话 这个礼拜有哪句话 妈妈跟你说 你都听入心 这个礼拜是 爸爸跟你说些什么 都听入心的 我在家里面就是这样 有时思思说 那些很脏 洗那些碗 我说 行了 那些碗几日 发臭 我才知道 原来我没有听到老婆的说话 因为我没有听入心 你明白吗 我没有听入心 整个话语就是这样 我们没有听入心 第二个东西 那个姿势 那三百个人用手 那三百个人 有第二个特征就是 他的眼睛不是定睛看着水 他的眼睛是在望周围的环境 神只能够用警醒祷告的人 就是象征那三百个用水 用手 喝水 那三百个人 是因为 这三百个人随时拿到那把宝剑 成灵的宝剑 还有这些人随时看到周围的东西 很简单 你知妹妹怎样要祈祷 因为 唯有一个祈祷的人 在第二点右边的笔记里面 象征他们能够留意 圣灵的工作 和 仇敌的诡计 顶姐妹如果你今天觉得 教徒很惨 你知不知道最惨是你校园的同学 今天你起码有专心听到 听入心的话 你也起码知道一点点 起码上个礼拜 我第一个礼拜 不是上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 我说 坦言无句的吐告 你记得坦言无句的吐告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坦言无句 因为仇敌会帮我们 控诉我们 别人会帮我们 控诉我们 自己会帮我们 控诉 所以你起码知道控诉这个字 你知道吗 你身边的同学 连控诉他也不知 原来他这样 是经常控诉自己 你经常安慰他 他不知 他还以为自己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 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对神的仇敌工作也很不自然 你知道为什么 你就经常鼓励你 等着我们一分钟 我们两分钟 我们祈祷我们专注 你以为谁不想你专注呢 在祈祷的时候 谁啊 魔鬼 那你知不知呢 你知又没什么所谓 还是不当魔鬼是无存在 还是你来到面前 诚经说 英文叫做 stir up yourself 就是你要迫发自己转着 他每一个都会分心 我想问有没有人是学书法的句手 书法 写一个文字 书法 那又有试试 诶 诶 学圆艺的句手 科学活动是圆艺的句手 圆艺学会的嘛 没错 今天人的专注是什么呢 我说了四十分钟 业长 今天人的专注太短了 Facebook里面 超过两项都不会看的了 超过两项加上相就看 你明白他说什么 因为两项以上你受不了了 你会见到十几岁的年轻人拿着东方日报 摊出来看的 没有啦 你爸也不会啦 以前搭地铁看报纸是全部人摊开出来看的 是读里面的字的 可惜大家这么久 我一次都没见过摊开一份报纸看 我一次都没见过大家拿一本书 每天做的时候我们崇拜员呢 不是玩手机是拿一本书出来看 在看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需要专注 所以你被训练成一个不会专注的人 而因为你不会专注 所以你在神里面 我们在神里面 这个世代人都是很肤浅 因为在神里面唯有专注的人可以进心 仇地的工作就是你不专注 所以 我的笔记又不会闪 又没有图 又黑白 又多字 又没有声音效果 戴个3D眼镜又不会变3D 是很闷的 圣经都是这样 白字黑字 但是你随便下转一个不知什么 是有声音 有画 有图 跟你有互动 你按下去它会叫 我看而已 我没有读笑打的 因为你被训练成一个不会专注的人 所以你读成的话语 你都最怕不会有事 仇地的诡计就是这样 一个不训练的人 不训练的人对属灵的事情不敏略 他属灵的祝国是很迟钝 他都不明白属灵的事情 原来一个不训练的人 正经形容他是什么呢 好像一个黑眼的人 黑眼的人走一走 走过去想走过去 蹺冲广场而已 中间都几条马路 随时被人车车都不出奇 很危险 但是正经这样说 他说 在肆虑里面有哪一笔记 他是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 贫穷 黑眼赤身的 正经形容 你不知道你现在盲了吗 等一会我们知道哪里 我们其实盲了 所以我们要求神买眼药 策略我们的熟灵眼睛 使我们看见 总结 慗望给人使用 和能够给人使用 是两回事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原本有三万二千 三万二千个人 三万个二千元 有怕的有几个人走了 记不记得 整个故事 二万二千走了 那群人是自愿回家的 他说如果你怕 那你别来了 做丘头那么辛苦 你怕就别做了 那群人真的不做了 结果最后一万个人 仍然去到跟随基连去打仗 我想问这一万个人 他想不想给神使用 他想 一万个想给神使用的人 最后多少个 真的能够给神使用呢 三百 有多少个是想给神使用 但是使用不了他 九千七百个 一万个里面只有三百个 即是三个百分比 如果我们这里 是有三十个人 四十个人 三个百分比是几个人 三十二只一个 即是 这里VU的大英姊妹 四十个是想给神使用 结果 一个是真正能够神使用的 因为神话很简单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警醒 当你没有拿起神灵外保剑 你会不会像一只狗一样 有奶水 你不警醒透过神神 你想要给神使用 通常都会这样问 即是讲完道理再问 弟兄姊妹你想要给神使用 那些人就举手 是不是 每个都看着 起码狗都扮成熟灵 那想给神使用 弟兄姊妹 今天你最要问的问题 不是你想不想给神使用 今天你要问自己的问题 就是神能不能够使用你 你明明那分别 我不是问你是否那一万人 个个都想给神使用 但我根本问你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够给神使用 你凭什么 令到你有资格成为那三百个人 又或者 我们会不会在乎这件事呢 在《悠罕福音》十五章第五字 他说我是一齐导好吗 一二三导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姿子 你常在我里面的 我又常在他里面 这人受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不能作识我 最后读一次 最后选一遍 好吗 一二三导 因为来了我 你们不能作识我 有没有人想给神使用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能够给神使用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能够给神使用 你是那三百个 有经营套过的生命 我相信我们每个都是那三百个 一起去生吧 好吗